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柔和 要配合我的音量 对 就真的会有一个影响 谢谢 你平常就是这样轻声 没有 就是那个力量比较小一点 力量比较小 对 对 可能瑜伽练的不够 是吃太少了吗 没有 可能吃太多 就食物都鸡在胃里 对 囤积 对 脂肪可能囤积太多 其实你一直还是保持着很清修 还好啦 还好 对 但是丹青真的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出唱片了 对 有多长时间 应该说演唱啦 演唱的话大概就 距离上一次大概13年 演唱专辑13年来 对 13年 他做了十年 旅程 但是演奏集 演奏大概中间发了三张作品 对 为什么后来转去做演奏 就是因为演唱没办法发 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很多机缘 很多的猜明 就是可能刚好我可以有录钢琴的环境 是 那因为原来钢琴就是我本科嘛 所以其实我那段时间 就我大概在2003年开始做这张专辑的时候 其实当然我觉得中间就是遇到一些困难 对 可能现实的因素 那所以那阵子我发现 我好像不太能够唱出声音了 就整个身体不知道为什么就缩起来 然后我反而觉得 其实如果我用钢琴 我用身体 我用手指来弹 然后用文字来书写一些 比方说部落格啊 写一些文字的话 可能那个时候就比较适合 就是我当时那个状态 你中间有生病吗 生病啊 就在调试心理 因为有点受挫嘛 就是说因为可能你终于准备 然后你录了一个唱片 但是没办法发 所以那时候已经录完一整张 那时候的等于九首 应该说我看八首 八首的乐器的编曲 录音已经都录好了 就剩下人生的部分还没录 对对 所以后来有用出来吗 后来有 后来这些都还是保留到现在 那就是中间可能就是修修剪剪啦 然后录音室 大概总共换了 总共经历了七个录音的地方 就录音室啊 或者是那个Jazz Bar 是 现场的 对 然后后来也到北京去做混音 所以你一说这一张里 对 就包含了七个录音室 对 这么多不同的声音的现场 对对对 最老的是哪一首 最老的 这样你看 最老的 最老的可能是第一首 序曲 其实第一首是 大家如果看 听到它其实是我节录的 就是一方面是时间的限制 然后二方面是 其实这首歌曲 它没有歌词 它只有前面有四句歌词 但是后来我其实要表现就是 我难以用歌词去表达我自己 所以我就是后面 我就是阿杜利这样子唱 但是就是说 可能一些音乐的前辈们 他们就建议说 好像这样子 是不是怪怪或怎么样 那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自己也不是非常确定 那再来它的长度 然后就是说 大家聆听的习惯 可能会觉得 这么重的曲子摆在第一首 会觉得就是 听觉上可能压力比较大 是 所以我选择就是有一点 好像用剧场的那种方式 让它做一点点好像渐弱 然后慢慢消失 然后再直接接下一首飞乐的那种 对 就是让它比较有点情境的感觉 是 其实以续曲来讲还算长的 对 对不对 因为有一些流行演唱专辑里 续曲是做很短的 对 光前奏就蛮长的 其实这里面 这次的曲的特色就是很长 是 为什么 做了很久 然后时间长度也很长 是灵感一来的时候就 不可恶意吗 就也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话那么多 还是想要像古典音乐看齐 就是 小结束就会变得很长 对我可能比较没有去想到说 那个 就是大概standard的流行音乐 应该要怎么做 那前奏的话呢 我就自己想说 用乐器啊来表现的话 可能它要怎么样 所以我其实有点平的感觉啦 就比较没有去算它的长度 对啊 那这样你会很适合做配乐呢 我其实很想啊 其实我以前念书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要做电影配乐 但我告诉你 是我的最大的梦想 阮小姐 其实做配乐的人很不自由 对 因为做配乐的人又要按照那个画面的格数 然后 而且这中间 譬如它到哪一个时候 突然要有一个情绪 它接触性非常的强 其实你就要传给它一个动机 对 那你本来前面那句话 它要预备讲五分钟的 对不起 对 没时间了 对 对 所以应该说 应该怎么讲 对 电影 电视配乐 应该是演奏啦 其实它有点服务性的 对 服务性 但我觉得你天生 好像很难服务 这些目的性 对不对 是 是这样子吗 好了解 想要忠于自己 对 就是 很难 就是每次 每次我两次定书做 比方说要帮他拿歌手写歌 然后大部分的曲子 还是回到自己 就可能写的不够像他们的 他们可以唱的 对 你心中会有一阵苦楚吗 对 还是其实有一种觉得 就有点懊恼啊 就觉得为什么我不能量身打仗 就是我不能 对 我真的没有 现在想一想没有 那怎么办 就 可是也没有办法 你就要臣服啊 就是如果自己 真的就是这样的话 那就自己 自己来 自己来发表吧 自己来唱吧 是 对 希望可以啦 希望以后还是可以 因为我还是有一些曲子 就是等待 可以 可以让不同的歌手来唱 你的专辑里面 其实 有一个叫青春三部曲 嗯 之一之二之三 要不跟他讲一下 青春三部曲 因为我不太确定 为什么 对 会这样定 大部分人都觉得很怀疑 就是说 为什么叫三部曲 其实我也没有想太复杂了 因为我觉得他们跟Faylor 很不一样 也很 我对于说 好像也并没有必要 一定要这样拆开来说 这三个是一组 哦 的歌 对对对 你整张的调性 其实我觉得是很整齐的 哦 所以我不太知道 这三首歌 为什么在你心中 有这样一个分别 一方面它就三首歌 所以三部曲嘛 然后再来 那十首歌 为什么叫十部曲 对 你大家听 再来的话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当初在做 做这张专辑 因为中间我遇到很多困难 就是说可能在那时候 就等于说我们音乐圈内的 就是这些资深的前辈们 他们就是会觉得 你这样子的歌曲 好像比较不朗朗上口 是 然后记忆点比较低 所以我们要发这样的唱片 真的不太容易 不知道要找什么点 对 那所以后来 其实当我在这段时间 因为就是主持广播节目 那我觉得在 还入围过广播金钟甲 对对对 那刚好这段时间 我就也认识了一些 比方说做剧场的朋友 或者是做舞蹈的 就是一些 就等于说 我觉得他们开启了 我音乐以外的 一些其他的创意的想法 所以其实我后来 我就很想说 那我这张专辑 有没有可能 我可以用剧场的方式来呈现 也许有一天 我可以做一个跨界的 一个音乐剧场 之类的 所以当时其实 万方做过 对我知道他已经 就是在剧场很资深 那所以我 那你要去演吗 还是只要扮演音乐的 某老师而已 我是不排斥演 但是就是说 可能看 如果真的有机会 可以跟不同的 比方说剧场的朋友 合作的话 看我们是 可以怎么发想 那我其实中间 有一段时间 真的刚好 本来是可以跟一个 公安公司合作 因为他们有这个想法 那我也找了剧场的朋友 就是我们开始来拟一些脚本 所以我当时其实已经有了一个脚本 就是说可能青春三部曲 它就是大概在 这个女人 她经历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 然后就是她在最年轻 就是少女时期 那段十几到二十几这样子 然后她对于爱情的一些 就是很浪漫的幻想 所以这三首歌是 分别有年龄层的吗 这三首歌 他们就是大概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三首都是二十几岁的 对 那可能像比方说 大家听到像面包树 他可能就是已经经历 就是你可能跟对方 情感已经很稳定 但是你们就是要面临 一些现实方面的 对 然后后来可能就是 可能到第八站 第九站转弯 所以那时候可能你就是 渐渐已经要 要分了 没有啦 还没啦 不是啦 就是说 那个时候你才会知道说 你应该要把焦点再回到自己 而不是你要去 依赖对方 说是不是她 她要对我好 然后我才可以继续这个感情 然后我自己才 才可以怎么样走下去 对 所以三星现在在第几站 我现在就是 应该就是 转弯之后 然后继续的在 发现自我 对继续 我觉得怎么样 就是 其实常常都 都是在发现新的自己 然后 我觉得在感情上也是啦 就是 你都会面临到说 你是不是有时候过度依赖对方 或者是 你还是要回到你自己 所以此刻是单身的吗 我有男朋友 就是 其实 那为什么又会担有这个 内心的挣扎 内心挣扎 因为我们 怎么讲 我想 可能是远距离吧 对 因为他在中国工作 有解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还是常常要面临 对 远距离这个部分 其实对我来讲 我必须老实讲 其实真的不是太容易 很难 远距多久了 大概就是从我决定要做这张 其实应该说 你是不是零三年 对 我决定 我跟他在2000年 他2000年到大陆去 然后其实是因为 我们俩分开之后 然后当时我度过了一个 非常低潮就是 因为他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 他已经算是我一个 像亲人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感情是 已经就是 就像家人了 所以当时他过去之后 那我觉得我自己 的确我有一块是空标 然后再加上那时候 可能跟我原来的唱片公司 刚好我也就解约 对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 那真的是一个 重新你要怎么样去 建造自己 可是我觉得 那个时候我真的 我就不行 对 所以我其实有一度 我是完全不想接触音乐 然后是到后来 慢慢慢慢觉得 得到一些修复 然后才真的你有知觉 所以我才会告诉我自己说 那你就把这个 充满着这个灰尘 这个琴盖 你把它擦一擦 然后你就打开这个琴盖 然后那个时候 我真的觉得 好像对啊 至少我还有知觉啊 我还活着嘛 那你知道活着你就可以做 你真的你很想做的事情 那虽然你不知道未来怎么样 但是你可以试着去做 我很喜欢有一首轻快的歌 轻快的歌 因为前面都是 充满了气质的这张专辑 进行到地 气质的意思是会闷吗 有些段落 应该说其实丹青的作品 会一直很像演奏器 真的 就比较没有什么KTV就对了 你的专长真的很适合演奏 可能真的是跟你古典的背景有关系 所以跟现在人生期望的那一种 三四分钟的一种戏剧性 我们就要讲好了 因为演唱曲通常在三四分钟 有一个它比较可预测的戏剧性 但是演奏类的 常常是它不断在铺陈 铺陈发展发展发展 堆积一种音样 然后最后终于爆发 然后爆发完又下来了 就是当一个背景 一个背景音乐 所以为什么想要做剧场 就是这个演奏 而且也因为你的声音 因为你的声音是很轻柔的 带着细腻的神经质 所以那个如果没有 强烈的去听的时候 它也很容易就会让别人觉得 它就是一个缥缈的女 一个仙女在那边 迎唱者 你讲的比较好听 千年 没有 可是我就真的听到这首歌 我就还蛮喜欢 发现很多的媒体朋友 也喜欢这一首 对 叫做 叫做好好照顾自己 这什么时候写的 这一首的话 哦 这一首 这一首大概在 九 九年前 九九年还是九八年 其实那时候 一九九九 对 那时候其实跟上话 还没有解约的时候 更久以前了 像我刚才讲 第一首是最早 第一首是我还没有进歌坛写的 真的还假的 对 真的 像飞乐其实也是都还没有进歌坛的时候写 天哪 然后那时候飞乐就是要写给王菲呢 哦 是 所以 都非常久的歌 你这些年都没有写歌吗 最近年 因为我大部分都写演奏 就是演奏的部分 就没有在写演唱类的 演唱也有 但就放着嘛 就看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再发表 嗯 所以你愿意唱一小段好好照顾自己吗 好啊 好 那要 你要看歌词 对 我可以 毕竟是1999 98年的歌嘛 我们要稍微原谅一下 这一首其实在唱现场的时候几乎很少唱 哦 对 大概在2005左右 唱过 2005以后就很少唱 那2005前其实还蛮常跟跟乐手们合作的 嗯 好 我们听一小段 好啊 嗯 希望你会好好照顾自己 别让我太担心 别再为难自己该出去 看看窗外的蓝天 不能做你的情人 但是可以成为一辈子朋友 千言万语不知从何 说起只希望你回答 哎呦 谢谢大家 有点钟气不足 还没有开嗓 太少唱了 好 因为这些人都一直在弹琴 这一首 这一首真的比较少 真的少唱 对这首 那哪一首是常唱的 哪一首啊 前几天才刚刚演那个举行完我的专辑发表会 清忧郁还蛮常唱的 我们来听一小段 好啊好 青春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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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三 天气灰灰灰灰灰 舍不得 好听欸 第二首就开场了 有齁 但是Key比较低 真的有差别 他比我原来唱的低多 低一点 我又自动降Key了 害怕什么 没有 不小心的 没有 不小心的 其实詹金刚刚你唱第二首 我发现你比较爱第二首 那整个神情 第二首 突然就不太一样 而且虽然是轻忧郁 但是其实你还蛮 还蛮享受的 其实第二首的歌词 是曲强德老师写的 对 所以 就是还蛮有印象的一首歌 OK 但自己照顾自己 是你自己写的 对啊 是我自己写的 就是那个 可能就是比较少唱了 尖之贝乐容歌超靠 就一下没有进入那个角色 对 气 气还没有稍微调过 可是事实上 真的是不简单 能够用十年 十多年的时间 跟心情去沉淀 去经营 每一个小节 每一个段落 这中间录音 过程中有什么特别 特别难忘的画面吗 在03年的时候就是 最主要跟 跟乐手们 他们就把这张终于录了 大部分 是 是 然后 但是因为真的 那时候压力太大 因为我还是 我们还在抢时间 对 然后我记得最印象最深刻 就是我在最后 就是录到倒数第二首 然后正在录音室里面 就是跟乐手们 我们在沟通 然后外面的电话就进来了 说你要付费了 你那个录音费啊 可能今天你就要入账 还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就想说 你们怎么会那么急呢 不是已经讲好 什么时候 什么就付费了吗 然后我就 就是就是 同时录音乐 常常要把这些都关掉的感觉 对 就是同时录音乐 然后我同时还要回复 他这个 就是他们的电话 缺款 对 然后那时候 可是你要唱的 就是很有那个情绪 我记得好像就是唱这一首吧 就刚才那个情犹豫 对 然后所以我 就是那时候的压力就是 我懂 你就开始 你真的非常的情绪 就是你的理想 一定就是跟现实牵绊在一起 是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十年前 然后十年前就是SARS 所以我记得我那天录音晚 隔天我就生病了 我就好像类似什么大肠急躁症 OK 然后我就到荣总去急躁 这样我觉得是新病 可能吗 就是压力真的太大了 精神性的 对 就是你终于做完之后 然后你就发病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就到荣总的急诊室 就是全部的那个病床 都是SARS病患 你说只有你不是 对对对 就只有我是肠子的外衣 然后就那个有阿公在那边 咳嗽啊什么的就 对对对 然后还过了一个晚上 过了一个晚上 你都跟他们一起 对 我就直接睡旁边这样子 然后隔天才有病床 那算很幸运 隔天才有病一般 你那时候没有 染患到SARS 对 那时候是其实还蛮危机的 好妙 我刚才问到阮恩卿 录音的画面 你突然想到是这一段 对对对 对对 我突然想到 又被吹债 对对对 又进了医院躲SARS 对 然后到隔年 隔年我就开始 就混音 欸不对喔 隔年就开始录Vocal 就是录人声的部分 然后在王家栋老师 就栋格那边录音 然后那时候 当然我觉得就是又 你又要面对 就是唱片公司的回绝嘛 了解 对 所以就那次我又对栋哥 非常不好意思 第一次就是那 就我们还是先暂停 OK 对那再来就到2008年 2008年 2010年 2010年的那次 然后那次是 我觉得是 比较多是有自己的因素 然后又是第二次的现实的因素 是 所以又再做了暂停 然后那次我觉得就让我有 嗯 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自我怀疑 就是我我真的很怀疑 我是不是不适合跟人合作 然后或者是我 我很不适合自己当制作人 嗯嗯 对 但最后 但最后 一切一切一切的低谷 对对对 我觉得最后其实是一个 怎么样 就是说为什么这张专辑 我定叫寻爱旅程 那我觉得 因为在最后这两三年 我突然发现说 其实 我应该是没有完全接受我自己 就是其实我一直在找一个 我心里面的那个理想 了解 但是这个理想其实 它可能就是心里面的一个梦 那 我总是要去追这个梦 所以可能跟我合作的伙伴们 也许他们自己也会觉得 好像没有办法做到我想做的 是 对那我觉得 虽然我一再的就是跟大家表示说 其实我还是很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完成 但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会觉得 可能他们没有办法做到 对那所以在最后 我觉得在最后一次是因为 突然灵激动 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也是相信 就是说 也许上帝还是会帮我开路 那我就突然脑海里面想到了一个 之前做音乐就是我们合作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一个录音室朋友 然后那时候他在北京 所以我就一通电话问他说 可不可以再帮我们最后三首歌 结果刚好他有空档 那我就去了 然后去了这一趟 就当旅行 所以才完成 对所以才会把最后的这部分完成 是 真的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谢谢大家的帮忙 谢谢大家 不管这中间 听起来阮南天有得罪各位之处 对不对 其实大家都一笑敏恩仇 对不对 最后最终透过无数人的协力或刺激 和自己的坚实 完成了这个寻暗旅程 谢谢阮南天 谢谢 谢谢 再一次转弯 就再一次转弯 我转弯 把你留在上一盏 我转弯 把你留在那一碗 把你留在那一碗 转弯 就再一次转弯 就再次转弯 就再次转弯 转弯 转弯 转弯